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18年12月23日一早 在我国西部某机场 来自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正在对他们研发的最新一款高端出口型军用无人机 翼龙一地做手飞前的检查和挑试 今天上面的温度接近零度 比零度高一点 作为翼龙系列无人机的总设计师 李毅东两天前就来到了这里 以便能在第一时间对现场的突发情况做出判断 翼龙一地是翼龙家族的最新成员 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布局和发动机 这些创新提升了飞机的性能 但也为首飞带来了许多未知的风险 过去两天 由于飞机状态和天气原因 首飞时间就曾一再推迟 此刻天空又下起了小雨 能否在今天顺利完成首飞 依旧不得而知 与我国大多数航空装备不同 翼龙系列无人机是一款服务于应用的高端飞行器 自诞生以来 翼龙已经在国外成功执行了数千次任务 发射实弹三千多枚 李宜东和团队的努力 让翼龙成为了国际无人机市场上的明星品牌 但就在十几年前 中国还根本没有研发制造高端军用无人机的技术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无人机就已经诞生 但此后的几十年里 无人机都仅仅是为防空炮手 当作靶机训练使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国也曾研制出类似的无人机 长空一号 用于提升我军的防空作战能力 那时的军用无人机与遥控航模类似 智能化程度远远比不上今天的绝大多数民用无人机 可即便如此 在当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仍旧悬殊 越南战争期间 美军出动了三千多架次无人机 进行态势侦查和情报搜集 这是军用无人机第一次从训练扩展到实战中 那那个时候呢 它都是属于侦查和提供 现在是地景的照片啊等等的这些 直接应用作战呢 就是贝卡古地之战 820以色列 1982年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贝卡古地发生空战 以色列空军将无人机当作右往 准确捕捉到了叙利亚防空雷达的位置和频率 随后几轮空战中 叙利亚空军损失战机84架 而以色列空军毫发无损 产生了一次无人机的高潮 就是因为贝卡古地之战引起的 再到了2000年前后 就是以捕食者和全球英作为代表的 新一代的无人机的这个发展 全球英和捕食者的出现 让人们对无人机有了新的认识 尤其是捕食者 作为一款查打一体型无人机 不仅可以长时间侦查 还能对地面目标精确打击 2001年 美军就是利用捕食者的这个功能 击毙了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 捕食者的优异表现 让航空工业的科技工作者们 也有了研制无人机的想法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 这个技术或者这种是一个方向 是一个潮流 那么对于搞飞机的人来说 新的领域都是我们需要尝试的领域 尽管我国通过自主研制三代战斗机坚实 已经使高端无人机的很多关键问题迎刃而解 但在当时 包括离东在内的大部分科研人员 正致力于我国四代机的研发工作 因此 当无人机项目启动的时候 面临的是一个三无的窘境 无人无钱无时间 一龙项目的起 并没有任何的外部的这个立项投资 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其他项目里边剩下来的这个物资 少量的资金 以及少量的这个人员 那传起来的 无人机的刹车 是在那个升职市场上 买的那个摩托车的刹车 装上去的 在自己敲点东西 在里边什么电路等等的 都是自己搭的 这种情况下肯定会非常的窘迫 两年的时间 研发团队硬是靠着七拼八凑 和三代机的技术基础 组装出了第一架一龙无人机 但不够规范的研发流程 却为一龙随后的发展 埋下了隐患 不久之后 一龙首飞成功 短暂的喜悦过后 研发团队又迎来一个 更现实的问题 这架无人机究竟怎么用呢 飞机飞出来了 飞出来总得有点用处吧 比如说我得抓一个光电球 抓几颗弹 能不能打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 把这个飞机的这个项 按照任务来传承一个系统的概念 然后打完以后 打得还可以 可是可以以后 那就找客户 那时捕食者风头正静 很多国家都希望拥有一款 查打一体型无人机 但一直一来 美国对于捕食者的销售 控制得极为严格 翼龙恰恰为这些国家 提供了新的选择 他们一生追求梦想 为此历经艰辛 永不延弃 他们最终实现梦想 从此改变历史 创新未来 永不磨灭的大家风范 科教频道大家栏目 分享光荣 点亮梦想 国内研制成功后不久 翼龙就获得了来自国外的 第一笔量身定制的顶单 并要求研发团队 在一年内交付第一批产品 从技术过关到型号产业化 对于研发团队来说 这是一段异常艰难的路程 此前科研样机的公关 还远远达不到 让翼龙标准化生产的条件 此时 翼龙团队急需一位经验丰富 能够独当一面的总师 统筹翼龙研发 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李毅东恰恰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 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是我过很多战鹰诞生的摇览 从歼10到歼20 过去的几十年 几代航空人在这里 为中国空军装备的飞速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跟周围不少同事一样 李毅东是一名航二代 他的母亲 当年就是成都所的科研人员 受家庭环境影响 初中时 李毅东就立下了 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师的志向 当时选专业的时候 其实大家很容易上想到的 就是学飞机设计去 后来我们就说 如果要搞这一行 你就去学空气动力学 那个时候说句实话 根本没有听过这个专业的名字 1984年 李毅东考上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空气动力学专业 出到北京 他就被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 这是几张李毅东年轻时的照片 长发 墨镜 皮夹克 在当时都是最为时髦的装扮 可尽管如此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毕业时 李毅东拒绝了种种诱惑回到成都 因为他知道 那里才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 在航空界里边 当时叫十号工程 就是坚持飞机的颜值 刚刚在成都 这是最大的用 就这样 李毅东满怀激情和憧憬 来到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可是 当他正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 却发现现实与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 从事的工作的话 就是非常具体的 非常繁琐的一些细节上的事情 比较窄 老师想干别的干别的 干其他的更大的事 那时 年轻的李毅东异常活跃 他最喜欢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 帮助同事画图实验 他急切地希望 自己能快速成长起来 真正参与到 飞机总体设计的工作中 四年后 李毅东终于迎来了 他梦寐以求的一刻 当时是宋总 宋文聪开始 他就每年都会出了一些题目 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构思 当时叫新一代的战斗机 比如说就是类似现在的四代机 这么一些这个概念设计 李毅东或许不曾想到 这项四代机预言的课题 它一做就是十几年 直到后来 他开始担任 翼龙系列无人机的总设计师 从研发分系统 到总体设计 二十多年的历练和沉淀 让李毅东对飞机设计的 每一个环节 都有了真正的理解 因此 当第一批翼龙的生产 受到阻碍的时候 接任总师的李毅东 做出了在今天看来 极具魄力和挑战的决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下决心 把这个就是推导重来 我们是全面地重新地发的图 我们的所有的专业都介入了 推导重来 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令他和团队更为头疼的是 如果按照新的流程生产 就注定无法在规定时间内 交付第一批产品 但为了满足时间要求 在流程修改完成之前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交付了第一批翼龙无人机 现在就出考题了 移动目标能打不 用户那个靶车 在那已经跑了好多年了 就没打掉 人家就一直在用 那么各种的 参加各种的演习 各种的对抗 各种的武器打 都没把它打掉 面对这道最新考题 李毅东和团队心里并没有底 无人机攻击地面移动靶标 这个在今天看来很轻松的问题 在当时并不容易 但是李毅东和团队清楚 如果拒绝这个要求 那么翼龙以后的发展 必然会受到阻碍 用户说你不能打的话 那我就给你扔到海里边去了 我们飞机那半天 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因 不能打 觉得好像是可以的 可以的那就打吧 无人机起飞 瞄准 发射 这辆曾经在各种演习炮火中 一直幸存的靶车 被翼龙发射出的导弹 一发命中 这样的结果并非侥幸 随后几年 翼龙系列无人机在战场上 一共发射了三千多枚实弹 命中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翼龙真正用实力赢得了市场的信任 无人机系统除了飞机本身 还包括一套地面站 飞机的起降 飞行和侦察打击 都需要飞行员在地面站下达指令 中午天气好转 飞机被拖出机库 准备守飞前的滑行测试 但此时 地面站数据却显示 飞机的一些参数存在偏差 为了确保守飞安全 李宗决定重新对飞机进行检查 飞机放飞的时间 不得不再次推迟 等待的过程中 翼龙无人机式飞员雷强 一直在地面站附近来回躲步 作为人民空军最具传奇的 飞飞员之一 雷强驾驶过国内外 22种不同型号的战斗机 其中包括坚实的首飞 可就是如此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在操控无人机的时候 也并不轻松 当时确实觉得无人机 我说有人机 什么好飞机咱们都飞过了 无人机觉得很简单 但是真正介入到以后 感觉到无人机并不好飞 有人机飞的时候 就是我全身的器官帮着你来判断 而无人机不行 无人机你只能看到一个屏幕 然后有些数据在变化 各种符号在变化 你要通过这个 想象出飞机的状态变化 那么都是三分之一秒以后的事了 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动作 实际上是三分之一秒前飞机在动 有人机什么概念 一般八十毫秒以内 你这个一弄 弄三百四百毫秒 雷强遇到的挑战 正是翼龙在研发过程中 最大的困难 与有人机由飞行员 直接控制不同 无人机在飞行时 必须通过无线电或卫星 与地面站保持联系 一旦信号中断或遭到干扰 飞机就可能面临失控的杯险 因此在研发的时候 李一东和团队专门为翼龙设计了 通信中断后自动返航的功能 几年前的一天 用户国派出翼龙无人机执行任务 但在飞出几十千米后 由于用户国飞行员操作失误 地面站与飞机之间的信号突然中断 飞机失联了 用户告诉我们飞机不知道到哪去了 找不着了 所有的信息都没了 叫我们服务组进去 我们服务组进去能看到啥呀 啥也看不到 因为距离太远 中方服务组没能搜索到飞机的信号 随后 该国空军启动雷达进行搜索 但由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较低 雷达也没能捕捉到飞机的踪影 非常担心 非常着急 表面上客户还在安慰我们 没事 没事 但是我们其实心里面 嘴巴也是咬紧了 心里面那个心脏 躲着往跳的是非常厉害的 心里面是茫然的 不知道飞机在哪 状态怎么样 不知道 这是翼龙无人机 在顺利飞行了上百架次之后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旦飞机坠毁 将直接关乎翼龙在国外的口碑 这个事情如果真是出现了的话 那肯定是 人家就会说 你看你中国的飞机 是什么样子 距离失联已经过去了30分钟 却依旧没有关于飞机的任何消息 用户国随即决定 派出人员寻找飞机的下落 哪怕是飞机的残骸 按照我飞机的一个航路 去寻找可能的飞机残骸 那么这事已经做了 结果正在这时候呢 塔台报告 飞机着陆了 塔台突然传来的消息 让所有人位置已振 当他们把视线转向远处 飞机已经在跑道中央平稳滑行 这一次的有惊无减 不仅验证了 易龙无人机锻炼返航功能的可靠 也为了易东和整个团队 注入了更强的信心 随后几年 李易东带领团队 完成了易龙规范化的研发生产流程 甚至创下了当年立项 当年首飞 当年交付的奇迹 易龙也以他的出色表现 让越来越多的国家 信赖这个中国品牌 和这支中国团队 距离进场已经过去了八个小时 经过几轮检查 飞机再次停上跑道 随着各系统负责人 在任务书上签下名字 首飞真正进入了暴击时 下午四点三十二分 起飞指令发出 试飞员雷强操控无人机 滑行 起飞 自从担任 一龙无人机总设计师以来 每一次试飞 李东都会站在窗户旁 默默注视着飞机的一切动态 三十分钟后 地面站的天剑转向了跑道尽头 人们知道飞机就要回来了 2018年12月23日下午五十许 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 各系统一切正常 一龙一地首飞成功 回程的大巴车上 在那欢声笑语 李东也再次露出了 那抹标志性的笑容 这是李东和团队 很长时间以来 最为期盼的一刻 因为他们深知 一龙一路走来的曲折与不易 距离一龙一地首飞成功两天后 最新一批一龙无人机完成交付 至此 一龙系列无人机的国外销量 突破一百架 当中国的军用无人机技术 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作为走失 李东更多的是在思考 一龙今后将要面对的挑战 未来一龙家族该怎么找 我们可能在研究的是一种 综合解决措施 既要有引申 也有其他的能力 能够让未来的这个无人机 能够在更强的对抗环境下 能够生存 能够放弃它的作用 从艰难起步 到奋力追赶 再到如今成为 国际无人机市场的一面旗帜 一龙的成长 正是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缩影 当一架又一架一龙冲上云霄 那是李东和团队 正在用行动和成果 践行航空报国的 庄严承诺